我們現在是 今天原則上課程不會上滿這樣子 會及早讓大家走 你們回去的時候就可以準備下一週要考試的東西 然後下禮拜的期中考範圍是從第一週交到今天這一週的所有東西 第一週交到這一週的所有東西 那下禮拜考試我們會訂一個考試時間 考完試的時候會直接互相改作業 互相改你們的期中考的東西這樣子 我希望大家幫我改一下考卷 我覺得我自己一個改完這些我真的很慘 花超多時間的 你們沒有辦法想像要改一份考卷 我一個人要花多少時間這樣子 所以我希望是大家互相改 然後我們就訂一個考試的時間這樣子 這個考試時間考完了之後 你們會直接知道彼此的答案這樣子 然後在下下一週的話是我們的業界協同師資 那業界協同師資來他會跟你們講一些業界相關的事情 那這個人他主要是在產業裡面做ERP的系統 他是在幫忙一個 ERP的系統公司裡面去當主任工程師 然後他主要會告訴大家說在產業裡面他怎麼樣去用網頁做一些事情這樣子 對所以你如果對於程式有一些想法 或者是你想要往這條路走的人 你們可以多想一些問題 或者是你可以問他說 如果要當一個工程師 你可能需要具備什麼樣子的能力 或者是你需要事前做什麼樣子的準備 或者是你們暑假有沒有實習等等的 你就是可以問這類東西這樣子 OK 然後 然後 再隔一週我們就要回來上資料庫相關的事情 然後資料庫的事情上完之後就會開始做一些資料分析的動作 對然後就開始要準備備戰期末了 對所以你們可以知道未來幾週他其實時間會相當的減少這樣子 OK 好 那我們開始回來到Titan的部分 今天呢主要要跟大家講那個Jason的Parsing 他是我們透過Jason來做一些事情 基本上這個Jason還是去延續到我們上一週的一些File的概念 我們怎麼樣處理檔案的一些事情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在正式進入Jason之前呢 我們要先去理解一下 要去複習一下上週去跟你們講的怎麼樣去開啟一個檔案 針對這個檔案裡面我們去寫入一些東西這樣子 對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一個就是我們的File等於Open 我們去打開一個TXT檔 然後我們的模式是設定W W就是我們打開嘛開啟 所以你如果要 不是W就是我們要寫入檔案嘛 對所以我們要開啟一個檔案之後我們就可以去寫入File.Write 然後你要寫入什麼樣子的文字進去都OK 你就可以用這樣的東西把它寫入 寫完的時候你再去設定File.Close 對你就可以關閉這個檔案了 所以我們寫入一個檔案差不多就是這三個步驟 開啟 寫入 關閉 開啟 寫入 關閉 所以下次如果要叫你們做一些事情 要叫你們做檔案相關的事情的時候 你就要記住說我可能有三個步驟 那這三個步驟分別是什麼 你要熟記這樣 那像我們這樣子就可以在這個TXC檔裡面去寫入這樣的檔案 OK 那再來可能會叫你們去寫入中文字 寫入中文字其實就多一個encoding 我們除了在開啟的部分 除了我們的檔名跟我們的模式之外 要加入一個encoding的概念 這encoding通常是設定UTF8 在上學期我們計算機概論裡面有教到說 如果今天要去針對中文字型的話 不外乎就是兩種字型 一種是Big File 一種是UTF8 那我們今天主要鎖定的是UTF8的字型 那鎖定了UTF8的字型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去寫入中文字 然後它就可以幫助我們把中文字寫進去這樣子 所以這裡你可能也要稍微注意 搞不好在其中就突然考你說 我們要寫入中文字型 那你覺得如果是我 我會怎麼樣考你 我可不可能考你說 你可以幫我用回圈的方式 寫入好幾行的資料進去嗎 有沒有可能這樣考 有沒有可能我說 你現在幫我寫一個function 然後你把回圈的東西寫入function 或者是你用一個回圈 反覆呼叫function 然後幫我寫入檔案 有沒有可能會做到這樣的事情 有可能對不對 我一直有這樣的軌跡出現 開始讓你們的題目變得越來越複雜 但是你要知道其實在產業裡面在做事情 它並不會告訴你說 我們今天考第四章節就只考第四章節 它通常就是說一二三四章節 你要把這些東西通盤的了解 你知道辦法去回覆這樣的問題 OK 那這個就是這樣子的概念 好 然後剛剛這樣子沒有問題了之後呢 剛剛這些東西都是我們傳統一行一行的寫法 傳統一行一行的寫法 但是我們事實上還有另外一個 近似於回圈的寫法 它是用with開頭 withopen 然後你看withopen裡面的這個是檔名 然後模式還有encoded 是不是跟剛剛這裡面一樣 它就是等於把這個open這一行呢 拖曳過來這裡 然後加了一個with 它說with as file with open as file 基本上就是file等於open的概念 有沒有 它跟上面那一行的上面這個的概念是一樣的 那完了之後呢 我就在裡面去寫說file.write 然後去寫入這樣的東西 記得喔 這裡一定要空一個tab鍵喔 你如果沒有空一個tab鍵的話 是會存不進去的 對 很多同學 他其實每次檔案有問題的時候 他都是出在於 他沒有tab鍵 或者是沒有空格 或者是怎樣 他不小心讓它平行之類的問題 這樣 那因為 是在這樣子的邏輯裡面 我們可以知道 如果你要跳開這個 你如果沒有要繼續寫的話 你就跟with平行就好了 我們就代表說 它不在這個with的這個圈圈裡面了 對 所以我如果寫在這裡面 就表示 目前的這個file的寫入的作業已經完成了 這樣子 OK 所以 如果它是一個這麼淺淺易懂的概念的話 這代表說我們不需要file.close也可以完成 對 我們只要冒號然後 用一個tab鍵去控格 那我們就可以完成整個 我們的程式的寫法這樣 我們不需要額外的file.close 對 所以你自己可以考量說 你想要熟記哪一種做法 一種是withopen 一種是file等於open 這兩種都可以 OK 對 那我看同學最常有問題的是 你withopen完之後直接冒號 它可能就缺少了asfile 你一定要withopen asfile 它才會有辦法叫這個file來去做一些事情 因為我們必須要給定open的這個檔案 一個代稱 一個變數名稱 那我們給定的變數名稱就是file 那針對這個變數名稱呢 我們就告訴它你要去寫入 對這是它的邏輯 那你看這個也是一樣啊 我們把開啟的檔案 把這裡面的東西叫做file 然後叫這個file裡面去寫字 對這就是它的邏輯這樣 好 那這樣子OK了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可以一讀一寫 對你一定要知道說 我們讀取是 我們寫入是一種方式 讀取也是同一種方式這樣 那主要最大的差異就是 我們的mode要記得修改 對我們要改用不同的模式來去做處理 那這裡呢其實有一個概念是file.write 是寫入 那file.read的話就是讀取 那這個讀取 記不記得我們上次有那個file.read的 然後中間寫一個參數 比如說100 或者是50 它是幫我們取得 比如說50個字元的字 或者是100個字元的字這樣子 對那這個也是可以去運用的這樣 差不多是這兩種寫法 好 那現在來啊 倘若檔案內 主行的放入多組數字 比方說第一行叫50 第二行叫做35 然後我可不可以透過python來幫我記錄 計算檔案內的數字 就幫我去做一個加總有沒有可能 對比方說我現在去寫入 withopen 然後count.py 我們可能有一個py檔 在這個py檔裡面呢 我去寫入5510 18 2355 這樣子的數字 那輸入完了之後我再去讀它 我讀的過程之中我就去用裡面 我必須先讀嘛 讀完之後我去跑回圈 跑回圈 記不記得有一個是比較大的 那個叫做什麼 比較大的串列 現在file就等於是那個比較大的串列 然後我用一個line 然後去跑回圈這樣子 就是我每一行 我每讀一行就是 該行就叫做line 當下就是等於line這樣子 那我因為我目前已經知道說 我每一行都一定是一個數字了 所以我就知道說 我把所有每一行的資料 去把它加起來 就會得到 最終的那個數字 就等於count 對 所以我是count 加等於line 但是加等於line 雖然我們 以人類的角度來講 我們知道目前的每一行都是數字 但是對於機器來講 它不知道那是數字 否則它會出現一個警告說 INT STR什麼之類的 你只要看到什麼 你錯誤了 然後它上面跟你寫說什麼INT STR 這時候你要注意 是不是行別轉換的問題 是不是行別轉換的問題 那如果是行別轉換的問題 你就試試看 是不是 因為它沒有把你目前讀到那一行 視為一個數字 所以導致於它無法完成這件事情 OK 好 那這樣子計算完了之後 我們再把它print出來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最終加起來的檔案等於多少 對 這樣子應該OK吧 就是我們先開啟一個檔案 然後去寫入一些數字 寫完了之後呢 我再去讀它 那這個東西可不可以用TXT檔做 也是可以的喔 也是可以用TXT檔做的 對 那現在你們試著把這個東西打出來 然後試試看 可不可以有辦法用回圈 把每一行的數字加重起來這樣 有拍了嗎 我要把畫面切過來喔 好 好 那接著我們再繼續來看到 這個部分就是 剛剛已經跟大家講了怎麼樣 去把檔案叫出來 讀取了之後 然後我再去一行一行的讀它 一行一行的去取得 我們剛剛讀取回來的整個file的這個串列 然後讀完之後 我針對每一行所得到的值 做行別轉換 轉成IND數字 然後再加來變COUNT 那這一行就是等於COUNT 等於COUNT加那一行的數字這樣子 比方說 我們現在第一行叫做5 對不對 然後它就開始讀啊 我們跑回圈 跑這個串列 這個串列裡面 目前有50 18 23 55 這無比數字 然後跑了第一行之後 我就知道說 喔 第一行是5 所以我們就把強制行別轉換 轉換成IND數字 所以COUNT加等於5 就等於COUNT是多少 0 加等於5 所以就是0等於0加5 所以我們就會告訴我們說 喔 COUNT目前等於5 那完了再跑了下一行 第二行的LINE是什麼 10 所以就是5加10 就變成15 然後它就幫我們print15 然後再來第三圈 然後它又去幫我們15再加18 然後再來15加18 再加23 再加55 它就一直幫我們加下去 然後最後幫我們print出來 那如果我每一行都要print怎麼辦 如果每一次我得到的counts都要print怎麼辦 你只要把這個print加一個tap鍵 讓它往後跟count並列的話 它就會每一行都幫我輸出這個count 對 就是看有沒有在回圈內這樣子的概念 好 如果這樣子也沒有問題之後呢 我們再繼續往下來看到JSON的檔案 怎麼樣操作JSON的檔案呢 其實JSON這個概念 已經越來越受到大家的歡迎 因為它非常簡單 然後它可以幫我們去處理一些 各式各樣的資料這樣子 對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東西 因為JSON它是一套輕量級的資料交換語言 然後它傳送的序列性的值 組成的資料物件 大多數的程式員都可以去接受 JSON這樣子的格式資料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 未來我們可能在使用一些open data 開放式資料的時候 我們可以得到一些JSON的檔案 它不只是TXT檔 不只是Excel檔 它可能也有JSON的檔案 那所以怎麼樣讀取JSON檔案 就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比方說這個好了 這是一個簡單的JSON檔案 假設我今天要去儲存 我們搬上同學的成績 我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告訴我們說 第一欄叫做ID ID裡面有一個值叫做B1.32201 然後它的分數是80分 這個就是我們在儲存成績的一個JSON檔的方法 OK 那有了這樣子的檔案之後 我們可以結合剛剛的file的方式 去做修改它 去讀取它 去儲存它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怎麼樣去儲存JSON檔的資料 這裡你們可以來看到這個程式 首先 我們要去 importJSON 因為 它 預設並沒有JSON 我們預設的話 是沒有JSON這個東西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載入JSON檔 JSON的這個函式庫 我們等一下才能用JSON來做一些事情 比方說我們可以JSON load 我們可以做JSON dump 這些東西都是JSON的作用 所以我們必須先 import一個JSON進來 import完之後 跟我們剛剛的開讀取檔案的作用是一樣的 我們去withopen一個scoreJSON 對去開啟這個score的JSON檔 然後去讀取它 用UTF8的形式去讀它 讀完之後我把這個東西 讓它等於file 那我就去設定啦 去怎麼設定 去讀它啦 怎麼讀 我們去json.load 然後括號file 就是我們載入了這個file 進來到這個串列裡面 scoreList裡面 我們把剛剛score.json的這個裡面的資料呢 載入用jsonload的方式 載入到scoreList裡面 那現在scoreList 就擁有了file裡面的所有資料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我們print的scoreList 就可以看到這些資料 id等於be32201 然後跟score跟70 它就可以得到這個資料 那這個資料呢 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去做這個檔案 這個檔案的做法就是 右鍵新增 你可以新增一個文字檔 那比方說 我們這裡可以score1 然後點json 然後我們就儲存起來 那儲存起來 我們就可以開始去編輯它 那你在儲存的時候 很多同學會說 老師我儲存了 但是為什麼 還是不能用 你先去檢視 然後副檔名打勾 因為你今天可能是score.json.txt 並不是真的score.json 所以你記得要把副檔名打勾 我們才能看得到它的檔案名稱 那完成了之後呢 我們用notepad 然後去把它打開去做編輯 怎麼編輯呢 我們要去寫它 寫一個json檔 怎麼寫這個json檔呢 寫一個json檔 最基本的就是要有大括號 有了大括號之後 你可以用雙引號或單引號 去設定說 第一個是它的欄位名稱 第二個是我們的值 比方說d11003 d11032001 這樣 這是第一筆值 然後第二筆值 然後這是冒號才對 這其實跟我們之前的那個 這個見值對的概念是一樣的 對 那第二個我們可以說 這個東西叫做 score 然後它的分數是 比如說 65分 這樣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檔案 乘舉起來 然後按XX 這樣就行了 那我們就有一個score1 在這裡面 那我們現在就去讀取這個score1 就會變成 這樣 score1.json 然後去讀取它 你可以看到它的分數變成65分 對 這就是讀取json檔的方式 那到現在這裡為止 你一定感覺不出來 為什麼我需要用到 json這樣的方式來處理 傳統我們有一個資料庫的概念 什麼叫做資料庫的概念 資料庫裡面呢 通常有一個東西叫做資料表 那這個資料表呢 它通常就長得像一張表格一樣 這表格它就可能會有你的ID 就是你的學號 我們可能有10 09 01 這樣 它可能像是這樣 你有沒有看到的資料庫 一般它長的大概 是這種概念 然後我們可以記錄它的score 比如說 像這樣 差不多是這樣 我們會有每一個欄位的名稱 然後以及相關的字 這是傳統資料庫 然後它是真的一個放在網路上的東西 所以我們每次要修改一些會員的資料 什麼都必須透過這個資料庫來做存去 那很多人就覺得說 欸你要去設計一個資料庫很麻煩欸 比方說好了 你今天一開始創業你想要賣衣服 賣賣賣賣賣賣 你又開始有人說我要賣鞋子 你原本賣衣服的欄位 可能會是什麼 衣服的顏色啊 衣服的尺寸啊 但是當你賣到鞋子的時候 它還有辦法用原本的 XL LM的概念去弄嗎 應該就沒辦法了吧 它開始有鞋子的大小 可能有24 25 26 這樣的喜好 跟原本的概念已經不一樣了 你的資料庫必須被拓展 所以導致於這個資料庫的延展性並沒有那麼好 那在這樣子的情形下呢 JSON這種東西就非常的吃香 因為它的延展性可以幫助我們去處理一些比較混亂 比較新型態的資料這樣子 所以這就是我們要使用JSON的優勢這樣子 OK 那這裡 不然先到這裡好了 你們先試著去import一個JSON 然後去建立一個JSON檔 然後把它讀出來看看 先做到這個範疇就好了 json.load 好 畫面我還在那裡 來 各位同學看到這邊 那邊先不要講話了 我們現在有一個JSON檔 然後 很多同學可能到現在還是搞不太清楚說 為什麼要用這個JSON檔 用JSON檔的好處就是 你看我剛剛做的那個表格 資料表的概念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完整的資料庫 然後有好幾張資料表才有辦法完成這件事情 但是很多時候你其實並不會有那麼完整的規劃去搞出一個資料表在那裡 在這樣的情形下我們可以用一個類似串列的方法 然後去做儲存 然後存成一個 我隨便在我們的電腦上面打開一個文字檔 我們隨便建一個文字檔 然後把它存成JSON檔 然後去來把相關的籃位名稱跟值的資料存進去 我就可以有一個小型的資料庫可以用 何樂不為 這就是一個非常快速的方式 所以 現在的人 他很多人他會選用 這種 NoSQL的方式來去存這些資料這樣子 那像現在你可以看到我們 比如說剛剛一筆的資料我們會用大括號 那第二筆資料我們也是一樣用大括號 只是第一筆跟第二筆資料中間我們會有一個逗號 然後外面我們必須在一個中括號把它掛住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去存入好幾筆的資料檔案 我們可以存入好幾筆的資料檔案這樣 好 這是第二個 這是多筆資料的JSON檔的格式 所以今天你如果有好幾筆的話 你就可以用這樣一直類推 這樣子的概念 舉例來講 我們可以回到我們的JSON 這樣 然後逗號 我們可以只這樣 我們就有超多筆資料 OK 那現在我們的這個JSON資料呢 我們就是有多筆資料的JSON 你可以隨意的儲存一下 這樣 那好了之後呢 喔 剛剛有些同學你可能是MAC的話 我們必須要去new一個 text file 那這個text file你就可以去改名字 比如說你可以叫做 my score.json 這樣 你就去創建一個JSON檔 對 那創建這個JSON檔 主要的功用就是幫我們儲存資料 你把它想成幫我們儲存資料 只是這是一種很簡單的儲存資料的方式 所以它用檔案的方式來幫我們做紀錄 OK 那這裡也沒有問題了之後呢 就回到我們看我們的程式 我們就可以開始去讀它 它讀它的方式一樣去open它 open完之後存到score list score list這個串列呢 我再給它一個小的變數 這個小的變數去知道說 我現在跑到第幾行 然後這個第幾行裡面的ID的 ID欄位裡面的值 跟score欄位裡面的值 它就會幫我把這個資料叫出來這樣子 對 我們可以去跑一下 我們可以去跑一下for i in score list 然後可能要 等一下在這裡之前我們可能要先 再讀取一次檔案 我們再讀一次這個檔案 好 它是score.json 是2行的column1 我們來看一下 我先繼續打下去看看好了 4i in scorelist 然後要把它刮好起來 然後我去printi裡面的 i裡面的ID好了 真的不行 我來檢查看看我先把畫面換給你 我們來哦 我來檢查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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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四五六七八九笔资料 这九笔资料呢 每一笔资料的最后面都必须要有个逗号 去跟下一笔资料做连结 但是如果我是最后一笔资料的话 我不能出现逗号 如果出现逗号的话 就会出现 我刚刚搞了很久搞不出来的问题 对那我现在把这个逗号删除 它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对所以你的逗号是一件重点 对那我们可以随便改革 它的分数这样 OK 那我们假设我们今天要去读这个档案 读刚刚我们所建立的这个Json档 那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小变数 然后去到这个串列里面 然后去叫出每一个这个变数 当下变数它的ID的值 然后还有它的score的值 那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说 诶这个ID的score是多少呢 我们就可以这样 然后I配上score 你看这个I里面的ID是什么 I里面的ID跟I里面的score 对它就会帮我交出这样子的资料 那我们跑跑看 你就可以看到 诶这一个人他的分数是80分 这一个人他的分数是80分 他就可以一笔一笔的帮我叫出来 就是用到回全的方式 却把我刚刚塞进去串列里面的资料 一笔一笔的叫出来 OK 那一笔一笔的叫出来 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你必须去用I刮号 双引号 你的这个这个键的 它的名称是什么 对 然后你就可以叫出说 它里面的值是多少这样子 对因为 我如果用I跑 跑了这个串列 它就会一圈一圈的跑 那每一圈呢 就代表它当下的 当下这一圈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当下的I 那针对这个 我们当下跑出第一个I 可能就是这样 那我们告诉他说 诶给我I里面的ID 然后他就会把这个值突出来 诶给我I里面的score 他就会把这个突出来 然后跑完了 他就会到下一圈 因为他知道我们在这个串列里面总共有九圈 所以他就会一个一个这样子跑下来这样子 一个一个的把值叫出来 OK 所以今天要非常注意 我们的最后一个值不能有多好 否则会出问题 然后你如果是数字的话 有没有双一套是OK的 都可以的 你如果是自串的话 你一定要有双一套这样子 OK 好那画面还给你们 你们试试看 却把多笔的资料去叫出来这样 OK画面还给你们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个概念是RDBMS 什么是RDBMS RDBMS基本上就是一个资料库的概念 它是关联式资料库 这个R就是relational 就是我们关联式资料库的意思 那另外一个是NoSQL 那一个是Schema 一个是SchemaLess Schema的话就是代表我的结构是比较 我有一个比较稳当的结构的概念 那SchemaLess就是指说 我并没有那么结构化的东西 什么是结构 什么是非结构 结构可能是像是我们表格定义好了 每一个栏位 然后一笔一笔的资料 称上去这样 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我们称之为关联式资料库 那NoSQL的话就是 它比较不是那么完整的一个结构 它可能是一个比较的弹性 就像是你们刚刚 我们刚刚去写的Jason档这样子 它可能ID score 然后我可能还可以加其他的东西 我今天想到什么 就加什么样子的东西进去这样子 这是我们的SchemaLess的概念 那基本上在传统来讲 我们早期的人写程式都是用关联式资料库在写程式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司 它是关联式资料库加上NoSQL 因为关联式资料库 我可以下Sequel的指令 去帮我做到新增修改删除 或者是其他一些 哩哩喳喳喳的杂事这样子 那另外NoSQL的话 就是帮助我去 布足 传统结构的资料库 无法去做到的事情 比方说传统结构的资料库 我们可能可以在上面去弄 会员资料 产品的资料 然后或者是学生的资料 我把各式各样的资料乘上去 但是因为现在我们已经越来越多的网络上的活动 比方说我今天这个主视者很无聊 我想要去知道每一个学生 一天在Moodle上面使用多少时间 然后每天在哪里去使用它 那这些东西我可能要去取得说 你的IP是什么 然后你的LOG是什么 然后你的名称 你的账号是什么 这些东西它可能 栏位名称并没有那么固定 然后可能因为我的 只是一些突发奇想 我在做一些测试 这种情形我们可能会用 NoSQL的东西来处理 对那NoSQL是什么呢 NoSQL其实就跟你们刚刚的 JSON党的概念很像 对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资料库模式 它说这个叫做C码 它说又称为架构 那这个架构呢 就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架构 来去知道说 A资料表跟B资料表之间的关联 举例来讲好了 我们来看到 我们来看到这里有一个产品的资料表 这里比方说这个东西叫做Prada 那在这个Prada的资料表里面呢 我们有分成 第一笔可能是我们的ID 这个产品的它的独有的ID 那再来这个Prada的Name OK没问题 那这个Prada呢 它其实还有分种类 比方说好了 你今天是卖鞋子的 那它都是男鞋的类型 然后女鞋的类型 所以我们其实有Prada Type OK 那再来就是其他我们的一些 相关的介绍这样子 Content 那我们的Prada的种类 比如说我们有1212这样子 这叫我们的种类 那这个125 我要怎么知道这个12是什么 或者是今天我今天有123这样 我要怎么知道这个Prada的种类 我必须有另外一张资料表叫做 Prada Type 这张资料表 这张资料表会有什么 这张资料表会有 可能是我们的ID 然后还有我们的名称 这就是我们种类的名称 然后还有种类名称的编号 那这些种类名称 我可能就记录说 1的种类名称叫做男鞋 2的种类名称叫做女鞋 那下次大家这里设定的PT 我就会连接过来这里的做搜寻 这就是观点式资料表 两张资料表之间有相互连结 对 然后我下次问说 PT1是什么 我们立即去问Prada Type的ID 然后我说 当ID1的话 他的name是什么 然后他就告诉我说男鞋 ID2的 他的名称是什么 他就告诉我是女鞋 这东西就是观点式资料部的概念 它是公公整整的 一张一张的table 这是观点式资料 对所以你传统人家说到Schema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概念 OK 那我们现在越来越多人是去使用NoSQL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要设计出像上面资料表 我必须头脑非常清楚 知道说这个资料表里面 它可能有怎么样子的架构 然后它大概需要称放哪些资料 但是因为现在有很多的突如其来的资料 比方说我今天要看 这个学生在Moodle上面使用了多少时间 这个学生他先后观过哪些网站 那这些东西呢 我通通可能没办法用资料表 完完整整的定义说 你观过第一个网站之后 第二个网站到哪里 我没有办法这样子记录 所以我就可能可以用NoSQL的方式 来去做记录这些资料 所以他的东西就会帮助我们变得更有弹性 更灵活这样子 OK 这就是NoSQL的概念 那讲到NoSQL呢 它其实有一个东西叫做MongoDB 对你可以用我们的Python去跟MongoDB去做连结 在这学期的课程我不打算教MongoDB 对因为我 照我前两年的经验下来 我会发现同时教MongoDB跟教 关联式资料库对我来讲是一个自杀的行为 就是同学会一定会搞混 所以我决定就是把改我的课程的方向 你看我怎么带你们去理解这些东西 我先带你们去理解什么叫做File 理解完了File之后我告诉你们什么是Jason Jason完了之后我告诉你们什么是MongoDB 这些东西它是有顺序远禁的 每一个资料库对于MongoDB来讲 每一个资料表都是一个档案 那这个档案是不是就是我们刚刚 我们这一开始的Always的File的概念 那这个档案是什么档案 是Jason的档案 Jason概念的档案 所以你就知道 哇原来我们学File再学Jason 可以帮助我去用MongoDB 即便你现在不学这个 你可能过了几个月你再去碰MongoDB 你暑假时间来学 你会很清楚MongoDB怎么玩 对它可以帮助你更有弹性 但是当我们骑中考完 我不会教你MongoDB 我会直接带你们玩 管你吃资料库 OK 保护我也保护你们这样 好那现在呢 你可以看到左手边这个东西 可能就是我们的RAW 那如果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的 一般来讲我们可能有名称啊 年纪啊 我们就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去促成 对那 记得哦 刚刚在我们的Python里面 很多同学他的资料 他的Jason档的资料都无法取得 有一些错误 那你继续 你去仔细看一下那些错误 他有些 告诉你说什么Double Quote 他是告诉你说你没有双一套 对所以 刚刚在我们的Jason档里面 我们的名称这里也要双一套 Edge这里也要双一套 OK 但是里面的值不一定要双一套 OK 那Jason的话他也是这样子 那Jason的话 我相信这里如果双一套的话 应该也会过 OK 那他的储存档案 就跟我们刚刚Jason的储存方式 是一模一样的 对所以你会觉得说 诶 我们不是已经到MonsterDB了吗 怎么还在讲Jason的东西 那事实上他是一样的概念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MonsterDB 他是一个文件储存方式的资料模型 文件储存方式就是指说 在MonsterDB里面 这个资料库里面 他的每一个资料库都是一个一个的档案 那这个档案呢 所以我们每次做设定 设定完了之后都要按储存 对所以他是一种资料 是文件的状态 然后又是一种Jason的格式文件 所以资料表就成为一个Collection的集合 所以你就把它当作一个Jason的亲戚 它算是一种Jason的格式这样子 我们可以去搜寻一下MongoDB 我们可以去搜寻一下MongoDB 用免费版的 对你到时候去把它下载下来 你就可以去做使用 那这有大概讲一下说 你的MongoDB的格式大概是怎么样 对 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学 因为 我觉得如果你会资料库 然后你又懂得MongoDB怎么样处理的话 他在求职上面是非常加分的一件事情 OK 那你可以看到像 那时候我从MongoDB抓下来的档案就讲这样 他做什么 他就存了一个ID ID在产业界里面 我们的ID你绝对不会看到什么12345678 你看到12345678 这种情形叫做欠到 你的伺服器上面的资料 基本上就尽管被掏空这样子 对 然后你可以看到他存入了我们的 名称 我们的名字 还有我们的地址 在我们的地址里面 他要多存了一层 就是我分别 在地址里面 我又细存了他的街道 他的城市 他的州 还有他的这个有地区号 然后还有我的兴趣的部分 我又多存了好几个东西这样子 那照这样的概念 如果回到我刚刚跟你们讲的 今天学校要去存取 大家在使用Moodle的特别功能 或是每个页面的话 我是不是也可以用这样去储存 Moodle 然后第一个链接 第二个链接 第三个链接 我就可以把好多链接都存下来 对 这就是MongoDB 它比较弹性的地方这样子 对 那这个东西呢 其实它就是 像我们刚刚讲的 键值对的组合 我们可以去存我们的名称 我们的键 我们的键 我们的Key 然后跟我们的名 我们的值这样子 所以就是KeyValue的一个组合这样 OK 那这是两个东西的对照 它们两个都算是资料铺 那对于Sequel来讲它是Table 那对于NoSequel来讲它就是一个集合 我不断把一层一层的资料集合起来 结合起来这样子 对那一个是一行一行的概念 一个是Dictionary的概念 就是我们在串列里面的字典 查找的那种概念 对所以你可以知道 学到目前为止你会发现 对于在Python的世界里面 串列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一开始我在一直在跟大家提醒的说 你今天要知道这个资料是可修改不可修改 那如果是可修改的话 它又分成两种形态什么之类的 就是一直在跟大家提的这个东西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直在玩的资料形式 那事实上我在自己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有问过我业界的朋友说 你们现在是用NoSequel还是用关联式资料铺 他说事实上我们同时两个会同时使用 对因为基本上现在没有任何一种东西 可以满足我们所有的需求 所以他们今天可能可以用RDBMS 来存一些传统的东西 那用NoSequel帮我去存一些log的资料 这样子 对那这个东西至于存哪些log怎么存 这个东西你只要知道怎么样使用它就可以了 那要存哪些就是真的到产业界去做事情的时候 人家就会很清楚的告诉你这样 OK 我没有说谎吧 六点半 提早半小时让大家下课 OK 那下礼拜就请大家正式的来到教室进行考试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